国家市监总局反垄断局局长吴振国表示 2021年会加强重点领域的反垄断执法 继续围绕医药、汽车和公用事业等重点民生领域开展执法 医药我们就记得早两天都跌过一阵了 现在汽车板块热炒的 听到这个消息监管杀到埋身的时候 是不是要害怕呢 但是看到他们今天股价方面是健碩的 蓝筹比亚迪吉利都仍是有得升的 是不是要率先部署一下呢 我觉得都要等那些细构出台才能够来顶得到 因为刚才所说到 整体成大市气氛不好的时候 就算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也好 那个程序也一定是适应的 那个股价也未必有好帮助 好像刚才阿瑜所提到的例子 其实你早两天说抗种楼药的新的指导意见 其实某程对于一些 就是炎的龙头理论上是未好的 就是他们会少了一堆的竞争对手 但是你看到就是so far去到今天 你比如提到信达 就是1801那些 那其实都是继续那个股价都是挺沉重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都真的要看那个细构出来之后 其实那个市场怎么去解读 或者那时候的市场的程序是怎样的 但是当然如果说从今天 似乎大家在领域上面 你又会见到 就是也都是回应刚才我说大事的时候 就是你看到各行各业 其实都有这些监管的募资手的时候 所以你说可能在整个的我们战略里面 可能真的要打散多一些工业去做 就是你避免了因为过于窄 而令到突然间有些监管的消息出来的时候 你那个股价或者你那个影响就比较大一些了 所以我觉得你说 譬如期中会不会都追回一个跌幅 就是因为刚才所说到的医药那个例 在内地出了的了 但是我们回到来 去到星期二的时候才看到一个名幅 那你说今天吴振他说完这个讲话之后 会又可能再加多一两个交易日之后 那个汽车股啊 或者其他医药类的股份 会不会再追回跌幅呢 就是大家这件事情都可以留意 这件事情都可以留意 所以我们回到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